三個中產黨 今天說的話題跟我和Kelvin有幾個關係 業界代表 還有一個行外人給你點評 我們身處局中有利益衝突 簡單說這件事是怎樣 最近香港出現一個很熱的名字 叫做流浪港師 流浪港師的定義是甚麼呢 我和Kelvin有些不同 不過現在說香港流浪港師的定義是甚麼呢 就是你沒有一個全職的港師的工作 只能夠兼職地去教 我好像沒有 你說一說什麼是流浪港師 剛才你說你和Kelvin的定義是有不同的 Kelvin就說其實你沒有長約 你不是聽了都是流浪港師 那我也是流浪港師 就是流浪港師的定義是你通常要逐科逐科計 我大概告訴你現在一科 你當教13個月 每個星期你要上三個中堂 大概人工就是三四萬一個 course 你三四萬一個 course 你十三個月就等於三個月 那你三個月你除開 你起碼要教三班 那你就有十二萬或十多萬左右 那你除開一個月就有三萬多 通常這些流浪港師都會教兩三班一個學期 但你要知道暑假可能他就沒有了 兩三班是因為再沒有工作 那你會教育還是教育還是六時間教育呢 我想是job有限 就是你很難 因為當然每間大學都有限制 譬如中大每一個港師每年就只能夠 兼職港師 只能夠教三班 那上下學期再加上暑假 那有些其他學校我不知道 但現在我們講的很多流浪港師 可能他都拿不足 那最出名的其中一個流浪港師的case 就是黃偉閣 黃偉閣有兩個黃偉閣 我們現在講的是浸大之前 在浸大做助理教授的黃偉閣 那他現在最積極出來呼冤 說他自己現在就是流浪港師 那他以前在浸大跟他的說法 他說一個月有八萬元 那現在他被浸大就炒了 那他說他自己不讓浸大做藥 其實都不是炒的 就是不做藥 就是因為他搞工會 經常都抗議 得罪了一些權怪 那現在不做藥了 那不做藥之後怎樣呢 那他就在港大或者幾間大學 拿了幾個job教 那他就說現在平均每個月就兩萬元 那就剩下以前的人工的4分1 那他覺得很慘 喂大哥 以前我們是全時間來的 有八萬元一個月 現在剩下兩萬元 你叫我怎樣生存 你意思是他呼冤還是很慘 他呼冤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很不公平地對他 不公平 是吧 就是因為政治原因 所以令到他搞到今時今日 他覺得是政治原因 二他也都覺得現在人工少了很多 很慘 於是他就聯合了其他人 一直都說 喂你們香港的大學 不要再請那麼多流浪廣師了 你們應該把他們全時間轉換 你不要等到那些人很慘 哎呀我啊 連辦公室都沒有 要去圖鼠港做事 我想他不是只說很慘 如果只說很慘 就很慘 我為什麼要同情你 他們那班人是有一個比較不公平的 教學不好 學生不好 熱愛教育的人有一種懲罰 是的 反而呢 太著重研究 不去輕視教學的話 只剩下一班人 只會出文 只會出文 靈文都不會教書 是的 什麼影響因子 就變了沒有心機去教學生 但是那些人是否覺得自己教書很好 很有熱誠 王偉國他的Course Evaluation 就說是被評級做very good very good 在我們的概念來講 起碼是 above average 他未必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厲害 但起碼是平均認識 他覺得我教得這麼好 你為什麼還不和我續約 其實我有個故事可以說多一點 因為其實真真正正 令他不能夠續約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教授 而在大學教授一定要去承擔一些研究的貢獻 他就試過好像不知兩次續約都發覺 他的研究貢獻是不達標 於是就不聘請他了 但是轉回港師 這個就是問題 他就說 你覺得我的助理教授不達標 你就讓我轉回港師 但他想轉回港師的時候 浸大油不讓他轉 他就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以前有一些教授 他們申請轉回港師是讓他們轉的 但是他申請的時候就不給 這個就肯定是政治迫害 因為我教書教得好 研究不行 可以讓我轉回港師嗎 都不讓他轉 現在就變成了流浪港師 不無道理 很可能是政治迫害 當然我覺得 我不太熟悉教育界 但是在教育界的政治迫害之餘 應該都是 可能拆鞋不夠 或者其他人事關 在大學 當然你留不下 有100個理由 你留下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你的頭 覺得你可以還有利用價值 在大學從來都是這樣 但是這個為什麼我要說 就是連繫到中學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大學 其實不單是大學 現在很多流浪港師出現 甚至乎你會看到 最近科大 他們都說 他們非教學人員都看到 薪酬機制 就說他要做一個懲罰機制 其實現在中大也有一個懲罰機制 就是如果你的表現是below average 所以什麼叫below average 就是你排第0至49% 就叫below average 所以每年只有一半人可以加薪 0至49%的員工就會加得好少 即是沒有家人工 即是像一條份重線 是的 那你要想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麼新行手禮呢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炒就炒 不做藥不藥就趕手的人呢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實在有太多供應 大家都欠不住去做 就是我最初讀大學的時候 基本上你讀一個博士學位 是100%找到工作 因為很多碩士不夠 譬如我們尊敬的黃鴻發 黃鴻發 黃鴻發 他其實只是讀了 在Surracuse 讀了一年public administration 已經回來做講師 那些人經常笑他 他們讀政治的時間 比我們更少 所以黃偉國那種很憤怒 就是覺得 為什麼以前這個對比就是 杜耀明 杜耀明就是安然退休 沒有問題的 他沒有什麼研究 contribution 那種荷索 為什麼到我 我就要被別人不俗約 我就要由8萬元的助理教授 變成2萬元的流浪廣師 所以他們都好看不看你奧斯闊 為什麼那些老人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舒服就退休 為什麼我不行 為什麼我老爸不是李嘉誠 為什麼我老爸不是李嘉誠 現在不是退休問題 我今天也要開飯吃問題 不要說到30年後退休 但是我不知道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決定讀博士的時候 都很清楚 就是身邊的朋友 老師都有提我 你不是去 就是兩款人讀大學 就是讀博士讀上去 因為就是很厲害的那些 去一些名牌 真是很厲害的大學 去美國那些 英國都不是很多家 就去讀那些 那一定有工作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一定要很有興趣 純粹是為興趣的消費 不是一個投資 不要當投資 不要搞錯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黃偉國今年幾多歲 還有他哪裏讀博士 四五十歲 一定不是很出名 在香港還是外國 應該是外國讀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一輩 你還見識過 當你去讀博士的時候 你是見識過 你幻想著讀博士 在我的時候 我幻想著 如果假如 我剛剛打給他的時候 我幻想假如 我讀博士 然後不用做廣事 教授 因為教授都很罕有 當時 你做一個廣事 已經是那時候 五六萬個月 兼大學給你兩千尺宿舍 都已經是好人上人的狀況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但是在我讀大學的之前 原來他在HKU讀了PhD 那個狀況是這樣 因為他那個年代 可能見識過 他幻想讀博士會有這樣的 那是多少歲 還有69年不出事 那不是很遠 沒有理由 沒有藉口 你要分析一件事 就是香港和外國人不同 因為你在外國讀 在外國的時候 我很小時候 我想七八歲的時候 我已經見到外國的人 我覺得很奇怪 在加拿大學畢業 讀大學畢業之後 或者附近碩士 沒有麥當勞 洗帶 或者找不到工作 當時已經很出現 因為你去過外國 所以你見識過 讀完博士 讀完碩士 沒有工作 你很早見識過 就是你那個年代 你見識過 但在他那個年代 他其實是沒有見識過 即是那個量化寬鬆 在美國和加拿大 他個人沒有見識過 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 他的老師當年沒有解釋 可能他被誤導了 那他也要 不是 那老師很威風 那老師很威風 我認識的老師已經跟我說過 我那時候九十年代 你是美國 我是香港大學 我是科大特的 但你們都說錯 他成功了 他就做了一個助理教授 只不過他熬不到二中 埋不到單 他埋不到單 只差十年 他現在五十歲 如果他多熬十年 那他就收成生活 我那時候 我第一個認識的老師 是在加拿大大學做畢業的 不是那麼出名的大學 我是科大認識的 他也跟我說 我們這一行 要職業 要取終身的僱傭 合約是很難的 他也跟我說 但是我們這些那麼遲 相對是 可能是不要那麼早 讀完大學 可能我讀完他的PhD 可能已經是三十多 三十中 三十五 基本上 這間六年 那間六年 每間都聽不到 你聽到 你轉到三間 就退休了 差不多退休了 差不多退休了 但我那個狀況 我親眼目睹 是逐大學教授 實在太容易了 我說一個經驗 我記得那個時候 一個叫做鄭惠和教授 就是講師 好明 都很出名的大學 例如Minnesota之類 畢業去教我們 那個叫做script writing 是編劇班 因為讀新聞 你會說編劇 就是會學script writing 他的藍本 是教我們寫經劇 是 我覺得 這樣也行 怎麼融入書類寫 我不知道 他又說經劇 不停教你寫經劇 我又要客觀說 因為以前 教授都不一定是寫師 所以那種傳統教育就是 讀教授 博士很珍貴 尤其是你當作投資 你當作消費 開開心心 沒有所謂的 我的名校叫之下哥 尤其是讀哲學 讀沒有什麼飯吃的科 讀完之後 他不會出去找藥 他會怎樣 留在我們那個社區 叫做high park 在大學 留在high park 可能做partender 就是跟別人吹水 因為在圍內很多知識分子 我做partender 收貼士 我們都跟別人吹水 開開心心 他都知道 甚至乎再說 現在我們已經退休教授 以前讀博士 那些哪會不是新肝頸呢 家裏又做床 有個錢 有閒情會讀博士 厲害的人 家裏有什麼家裏 出去做生意 不過因為那樣 我想說回兩種 就是要搞清楚 他們讀的時候 是想著這個 要求針前上的回報 是一個心態的讀 這樣的話 你不去好的大學 留在香港的話 你等近親繁殖 那一學請回來 或者這家請幾年 旁邊那家拍拼頭 又認識一下 請了幾年 這是困難的 尤其是當我開始讀科大的時候 要知道 科大已經引入了美國的制度 就是你publish 到就留下 publish不到就走 於是乎科大九個年代開始之後 就搞到幾間大學都是這樣 是 如果你那個年代 決定讀大學的時候 找不到這件事的話 那是 不好意思 那即是你覺得 如果今時今日 你還想著讀博士 是在學術界 這些就真的 除非你自信心爆破 是 有的就很聰明 如果聰明就不會留在香港讀 是 就不會留在香港讀 我想總結一下兩件事 第一個 我回應其實之前 周英教大師有講過一件事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剛才好像是預算編制 第一就是我希望 告訴現在的觀眾 讀博士機不是很輕香的東西 現在還有很多人很迷戀博士 說你博士多厲害 有錢都用錢賣 就是想說回周英大師說 現在為什麼那些巴基蘭蛋博士 我看你是什麼博士 現在香港還停留在一個水平 你會覺得你是一個博士 就是很厲害 什麼博物博 你又什麼什麼什麼 陳博 劉博 黃博 什麼什麼什麼 錢博 那博士就很厲害 對不對 現在就告訴你 在學術界 我們已經完全明白 在這個學位浪費下 已經不太值錢 周英大師說 其實很替那些有錢人 覺得傷心 你花那麼多錢 搬個博士回來 把托嗎 現在周家的博士都沒有東西 你又反過來 去賺錢買個沒有東西 那些消費東西 我真的很難去批評 炎耀式消費 跟FM 整班都是 那些水平 水平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有個博士 你不是打算拿了博士才賺錢 我也是想 評清給觀眾聽 將來你見到誰 阿水說自己是博士 你也不需要覺得很麻煩 很麻煩 現在周家是OK 是一個招牌 打下來 真的可能打死幾個博士 另外一個我想說什麼 還有不僅僅 有一個選擇性 很多時候就是 你真是很銳利 很厲害的那些 你undergrad 打算把東西弄 你都不得人讀博士 你都不得人讀博士 通常那些是什麼 可能我想不到工作 剛剛出來的時候 就說經濟不好 不如讀多個MASHA 或者適應不到社會 讀多個MASHA的時候 又發覺我不是很想出來工作 然後有人說 不如讀博士 很多是這些 讀了MASHA很難不讀博士 其實 也不是 現在有很多人 都讀了MASHA不讀博士 但你可能讀不到 因為太辛苦 其實如果你不讀博士 的MASHA其實對你找工作 都是不回應的 不是說反過來 因為實際太多人讀完 而MASHA發覺了 上去都不是路 因為他見到他身邊很多人讀 現在都是沒有工作 其實不讀完博 博士之後 不讀博士越來越多 但會是這樣 沒有工作 都可能是六七年後的事 我到來才算 是有些人 都不想找到 如果你想想就會繼續博士 例如在裏面讀 有少許錢 給一些東西教一下 可能有女朋友在裏面讀 之餘之餘 很多這些 很常見情侶博士 我告訴你 反正兒子都在讀 我就讀監視著他 是經常都見 另外一個想說什麼 總結 就是黃偉閣 或者他們那班 所謂囊囊的港師 現在他們要求什麼 他們說 你們政府應該請回我們 做全職 現在搞到我們這麼慘 我們人工又低 為了他這麼慘 為了他指示他讀 我們這麼有心教學 你應該給我們全職 的工資 你不應該給我們 教兼職 大師 有個學生 你教過他炒股票 他炒了多少書 那你怎樣幫他 我為什麼經常炒了多少書 我就叫他轉行過 我是很同情他們 所以我是支持他們的想法 請回兼職 還有我都有一些衝突 我也是想兼職 我都怕有一天變成他們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想想 現在那份工 就拆開了六個 六個兼職 港師去做 一人有少少 有本飯吃 你說叫他們變成全職 那由六份工作 變成兩份全職 到時就炒四個人 那四個人怎樣 我覺得王偉國才顯示 大公無私 因為他可能是受害者 他真正不受害者 周謙大師覺得 如果你說這些 我就麻煩你做個利益申報 如果你請回兼職 做全職 港師 請了流浪港師 變成流浪 我就不會建議這份工 我就不會做全職 我就要將這些機會 讓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我一定會有教學熱誠的人 是的 如果不是 過福利嗎 你說得這麼官免堂王 他到最後都是違反自己 但是他有教學熱誠 應該是請了一些有教學熱誠的人 吸了一些沒有教學熱誠的人 不是 你有教學熱誠 應該錢是不太重要的 你應該給一些沒有教學熱誠的人 他就去義教 應該是這樣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我們你不要聽過